美国与菲律宾2月2日签署协议 后者允许美军在其境内增加四处驻扎地点 这被外界广泛认为是华盛顿遏制北京的新动作 这一协议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月2日访问菲律宾期间宣布 双方还称已就美军在另外五个菲律宾军事基地的项目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在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的短暂会晤中 奥斯汀感谢他允许美军扩大在菲律宾的存在 另外 奥斯汀在与菲律宾防长加尔维兹的记者会上 重申了美国对菲律宾的军事支持 并称两国1951年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 适用于在南中国海任一位置对我们任何一方军队 民用船只和飞机的武装攻击 记者会上 双方并未给出美国驻军协议的进一步细节 奥斯汀称 这一协议很重要 但不意味着美国在菲律宾重新设立永久基地 此前 美国在菲律宾的海空军基地 是其规模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之一 但1990年代初 菲律宾不再统一续约 当前菲律宾法律禁止外国永久驻军 但该国与美国的合作协议 允许美军无限期轮患驻军 这些训练是我们希望继续承受 是在线和的规则 和川普 军事协议 而是,我们的达职 要保持一千里的城市 必然被失去 而我们的保持人的保持 和保持人的保持 与优优优独播剧场—— 与优优独播剧场—— 与优优独播剧场——